在診斷變性抑症的病人是一個很嚴謹的一個工作 那目前是由精神科醫師來做評估跟診斷 那通常需要一個長時間的追蹤 這個一定要超過兩年的時間 認為這個病人適合以另外一個性別在他的社區 在他的家庭上生活 然後評估他這個急需 這個人急需要去做手術來改變他的外在性別 外科醫師才可以做這個手術 因為它是一個很嚴重的迫害性的手術 把原本的性別破壞掉 所以你要再回復這個原來的性別 可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你如果沒有經過這個很嚴格的評估 可能就是造成一個悲劇 那所以目前在台灣的情況是 我們是希望說有兩張精神科醫師的診斷 診斷這個病人是性別不安 變性癒者 經過身體的評估 他適合手術 沒有其他身體的一些狀況 或是高風險的一些手術 不可以執行的一些狀況 那我們才會考慮幫他做手術